主料,隔离500克,辅量,香辣酱15克,豆瓣酱10克,酱5克,蒜5克,青椒1个,红椒1个,准备时间,2小时以上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用菜人数,1到2人,隔离放在淡盐水中浸泡2小时,让其土浸沙你一定要淡盐水,用盐刷刷进隔离外壳,把酱酸切成泥沫, 青红椒切成小圈,锅中间伤开水,放下隔离吞水,隔离在开水中会粘开口,没有粘口的事,锁隔离,要丢弃,把粘开口的隔离捞起来准备烧菜油,隔离在水中不能吞太油,不则肉变老不好吃,继续在热炒锅中倒下油,烧至6成热,下加蒜末爆香,爆香辣酱,豆瓣酱,青红椒不炒出玄香辣味火, 不能太大,倒下隔离,019,炒汁隔离入味即可,炒汁不能太长,以免隔离肉会从河里掉出来,烹饪技巧,香辣酱,豆瓣酱里,以前,辣,鲜三味具备,我就没再放盐,酱油,被银泪尊心曾先被用料了,青红椒是用来点缀的, 找到后方都无关解药,不必指望从这几颗青红椒里就能获取到你想要的VC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